大家好,明天晚上,Teggy 你好,Tenggy 我们这次第一次用这个形式大家聊天 因为我们现在分开两个地域 你在马来西亚,我今天在大陆 还有大家三个地方,台在香港 我这次来马来西亚都问过朋友 有没有人看到你最熟悉的东西 UFO,或者有什么在这边 因为这边有很大块,都是一些比较少人住的地区 他们跟我说,这边真的比较少 纯粹都是看外面的东西多 你有没有来过马拉? 我去过泰国,没有去过马来西亚 原本有缘是应该可以去一次的 当年,我记得我十年八年前 就认识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女孩 然后打算过去找她 但是之后大家可能中间就忙了 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 获得了这个去马拉的机会 咦?你过去找她的意思就是过去追她 都算是认识一下 因为始终她那时候香港过来 要去游览 嗯,对的 认识一下吧 那行不行都是要看下一步 但是下一步都做不到 嗯,其实真的叫马拉雅 她就是挺有意沟通的 她又懂得讲广东话 她又懂得听我们讲 是啊,还有英文普通话普通话 这边的人总都挺有趣的 他们是用四个语言聊天 英文,普通话,广东话,马拉雅 最少四种他们说 嗯 是啊,但是呢,他们就很有趣 他们跟我说 我们真的很少在这边说 大家会留意得到 甚至乎有人见过UFO啊 或者一些海星物种的东西 那我说你们信不信这些 他说我们信 但是我们这边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们的 是不是那个地域问题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上次听你说的 可能你去日本也曾经 有一段时间到处去找的 还有有些东西说给大家听的 Ticky 其实地域真的有影响的 例如我去日本呢 我去过一个地方 是没有见过UFO的 就是每一晚都看不到的 那个就是沖繩了 啊?沖繩? 因为有很多军事基地 我想他们隐形了在那裡 就一直存在 但是他不现身的原因 是因为他一现身 他的能量那个波段 应该会被那些 或者可能日本的军队 偵察到 他不想 就是 叫做 触动到他们的军方 嗯 所以他们不现身的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我上次去日本呢 我是由 东京市 去到长野园 这几百公里路 每一个点我都见到 为什么你 你什么时候去日本呢? 你讲上一次 去年的十二月 那我做完舞台剧嘛 去年十二月呢 我就 做完舞台剧 之后呢 就想个人放松一下 因为很大压力 因为第一次做舞台剧呢 嗯 始终 那个 要排练整两三个月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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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做好一点嘛 那也都 就是 完成了这件事 又开心了 那就想庆祝自己 嗯 那当时又立刻 其实在我排练中 差不多表演前 我就开始买好机票 嗯 那我们一去就去 三十六天 就由 中 就由 东京 东京市啦 那就 七天之后呢 就开始 去高级租车 租车呢 就跟着就上 兴井宅 兴井宅 跟着就去兴井宅 其实你这次去日本呢 你本来是 纯粹自己去旅行的 还是有个计划 去看些什么呢 本身呢 这个 这个去日本的旅程呢 原先都是一个放松之旅来的 是 放假的 是啦 想放下假的 因为 其实这么多年呢 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可以 当然最想就是环游日本啦 但是时间和金钱不许可呢 那我就决定了 就只是 去东京再上一场 那原因 为什么我会去三十六天呢 因为 你们都知道啦 十二月三十 不是十二月二十几日是聖诞日子 因为机票酒店是很贵的嘛 是 那我当时就计划了 如果我要十二月尾才去呢 那我去 因为我想看说 如果我十二月尾去到一月头呢 那机票的价钱 等于我可能住多几万酒店 是啊 是啊 因为有一年我农历年去这个 不是 我是什么 我是复活之虚的 櫻花那时候 哇 这酒店真是很贵 很贵 而且很小 又贵又小 是 那我看回 我就立刻去航空公司的那一年看 当时研究 就说 什么时候是最便宜的呢 那我看回日子 最便宜的日子 就是刚刚十二月头 好像十二月九 到十二月十的时间 开始便宜 到十几日开始 那我就立刻买便宜 我当时好像二千元来回 这么便宜 那真的便宜 那我回来的时间 我又选最便宜 一月 好像我没有记错 好像一月头 一月十日 还是一月十五日 我忘记了 总之我总共去了三十六日 那我想选一些便宜的酒店 就是当你是那些旺季 例如圣诞节 元旦那些 你就不要选去住市中心了 我去住市中京了 我那时候已经在长野园 那些乡郊 那些人去 郊区 你不开车才去到 不开车去不到的地方 就是最便宜的 例如我去那个叫做 曼座高原 那里是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高原酒店 那你去那些地方 就肯定是便宜的 譬如我去草樽温泉 都算游客区 但是刚刚 是唯独那天 贵一些 那天就七百多元 如果是温泉 温泉酒店 那两晚来说 都算最便宜的 那两晚来说 那其他那些 我住到很偏远的那些 那些呢 就说三四百元一晚 嗯 所以就省了很多钱 三四百元一晚的酒店 在日本又有什么质量呢 嗯 正常东京 好过东京那些 东京那些都很骯髒的 东京又 隔音又差 又小 是 可能又有那些 噪音 有些臭味 去厕所 大概五十公里路 或者四十公里路 的路程呢 就忘记了那些 那我就在那里住 在那里住 三四百元一晚 那些是漂亮的 舒服的 是日本当地人住的酒店 是 是 ok 是啊 那我就上地图那里找 就是 你在地图那里 在chip.com 这样找 那你就可以 那地图 它会显示了价钱的 那你就按最便宜的 看看 究竟是否住得过 这样 嗯 嗯嗯 嗯 原来三百多元 裡面的房子都不差 那你不要 其實都不可以用升級 來 就是 不能用升級可言 就是 只能住得舒服 地點 有得 乾淨 有良葱 是啊 是啊 你是自己開車了 是啊 在那里租車 其實是貴的 嗯 因為我租三十六天 我記得 好像都要 平均二百元一天 嗯 都用一十元 都六十十元 其實便宜了 因為始終日本的交通費是貴的嘛 如果你自己開一輛車 就是一輛車都是二百元一天 其他就是有錢而已 和泊車而已 泊車有很多地方都不收錢的 是啊 其實是 在鄉郊呢 日本開車是便宜過搭車的 便宜過很多 是啊 就是譬如你富士山 可能你搭那些車都二百多元 但是他們那個橋費都貴的 就是譬如 那個高速橋費 就是你 等於 怎樣說 你有私人空間 你的時間可以自由些控制到 是吧 就算半夜山間 你都可以去哪裡都可以 一輛車可以兩個 四個人坐的嘛 四個人 是的 那如果你四個人 算就算了 譬如你 我們租一輛車四個人 嗯 那我們每人平時搭那些火車 去富士山 快極 便宜極都要二百元左右 沒錯 沒錯 那你八個水 你條費都是百多元 那怎樣都是 扣有錢 你都是省了 我想省了四百元 是啊 我覺得人 去外面 尤其是旅行也好 或者真的做事 或者好像這次 來著說 想十二月搞個 大家去探索UFO之類 這個Pattern是最好的 因為一部車 如果小組的 就四個 一個大一點的車 就是十個 一跳就要跳到那些 三十座四十座了 就已經是 是啊 那大家那個叫做運輸 叫做洗費會便宜了 還有某程度上 你的車 其實可以給你一個方便的時間 就是你可以很隨意 彈性去處理 要不然你要跟他的 班次坐車 其實有一個難度 是啊 所以我打算 最初我打算自己圍內 跟我一起去 可能我附日開車 但是聽你說完 你有旅行團 你有旅行團朋友 那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司機呢 那我不用太辛苦 是啊 因為我們本地 我們香港人呢 如果要開超過七座位的車 是必須要有巴士牌的 巴士牌 巴士牌 四座位都要 我剛剛看到一個YouTube 有一個介紹 有一個人就說 有一個秘訣的 他就說 可以租一輛九座位的小車 但是這個九座位的小車 那個版面在豐田那裡租 就是全日文的 那全日文呢 你一定要找當地人的地址去做登記 你不可以 你沒有裝置別人的地址 你登記不了的 你就租不了 那但是呢 我們如果是香港人呢 就是外地人呢 我們租呢 就只能夠最多租到七座位的 總之超過七座位的那些旅行車 或者私家車呢 他們說了那個法例 是必須要有小巴牌才行的 嗯 明白 是啊 因為有時候人多呢 譬如好像六個人去 其實租是七人車啦 但是我試過就是 原來七個人坐了 是擺不到行李的 擺不到行李 擺不到行李 是啊 所以租的大一點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因為始終你冬天啦 我們自己 冬天三啊 你去七天啊 都爆行李箱啦 還沒買東西啊 可能他們去購物啊 買一些零食啊 日用品都要 都要多個行李箱的位子 所以我覺得呢 一定要跟旅行社合作呢 我們才能夠做到 一個叫做 大團去看UFO 嗯 就這樣說啦 我們不敢說自己 怎樣去大團 我跟我朋友研究過的 我跟朋友研究著 我們整轉去日本 去尋找一些UFO給我們的軌跡 甚至乎看下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遇到看呢 那我說我們 可不可以找他幫忙 那他說OK啊 你們就搞了 我當你是普通一班人去而已 幫我用了我們公司 幫你去找車 找個本地人 幫你解決在當地的一些問題 你們去到遇上 你們自己想看什麼 告訴我 我說司機就載你們去 就是這樣解 還有他說 如果你們不想煩的 我就幫你安排住啊 吃這樣而已 他就當一個Tour 你們一班自己 一班人去一個Tour 就去吧 我說OK啊 這樣就不用跟隨一些指定的東西 我說不要的不要的 我找一個導遊吞著你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一定有導遊的 因為他說 他說一定要有牌子 那些要帶著 我們其實都是一個遊客身份而已 我們是遊客而已 是啊 所以就必須要經過他們 變成一個合法情況 而有安全 所有東西都是交給旅行社去做 好一點的 是啊 還有還有保險 是啊 有安全的 暫時 譬如我們去的地方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那些人可能經常說 陰謀論 或者可能預言 那其實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這三年 大家都有看到UFO 相信有正面外星人去幫我們 越來越密 看到那個廁所 現在看到他們 是啊 現在這三年 大家就算有災難也好 外星人是真的幫助我們 是把災難的死亡人數降低 以前是說 以上萬的一個大地震 對不對 以前的大地震 或者海嘯 以上萬計的人死亡 現在你看看 現在就算有什麼災難 是說過位數而已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有人身亡 也不希望有人無家可歸 最主要是想表達給大家 你看一下 現在我們這三年 進入了水平岸的時代 正面外星人拆了圍幕 這三年的變化 閃電不同了 閃電變成紫羅蘭粉紅色 紫羅蘭火焰色 不是一般的電藍色 有很多日環 日環由單光環變成三日環 然後是彩虹 月太的能量 顯化了出來 這些就是證據 這些就是我們現實 我們層面見到的證據就是 正面外星人真是 已經進來了 我們這個圍道 但是隱形了 所以那天我們才看到 一條雙彩虹 在我們做事的寫字樓附近 那兩條雙彩虹 還要是在我們的頭頂 跨過我們一個大的公園 落在地上 然後我們剛剛和娜姐 周瑟蘭開工 娜姐多開心 是兩條雙彩虹的頭頂跨過 現在有人去拍一張照 哦 是啊 這件事就是 我們已經證實了 很多事情已經不同了 還有最近 除了彩虹還有 月環 中秋節看到月光環 除了日光環 我第一次看到日光環 就是剛剛在大陸 我隔了五年沒有去大陸 我就去拿了一個中國車牌 那我就和三個朋友 就在那個 南山那個 車公所那裡 剛剛拿完車牌出來 那一刻看到 哇太陽今天這麼漂亮的 就看上去 然後我朋友說 整個光環在那裡 那我就拍了一張照 那一次就是我 都算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一個日光環 但是我最近就是 帶UFO團 帶了一百八十人 在UFO上山 那我上山那一天 還是前一天 前一天 前一天 是 前一天的夜晚凌晨 我是拍到個月光環的 嗯 在這個情況裡面 出現了一個光環 就是彩虹光環 明白 是啊 所以其實是 現在很多 叫做異仗 是一種神聖的一個現象來的 是一些好的能力 來到地球才有的 因為又真的很有趣的 這陣子那個天文現象 因為我就少點見到的 不過這麼巧 我們那天就在那裡開工 在馬來西亞 和三哥微橋委 阿娜姐 陳家樂 整班 大家在那裡做的事 然後還沒正式開工 突然間見到那個天 咦很光啊 我有個同事就說 哇 彩虹啊 跟著彩虹之餘 還以為是雙彩虹 我也是第一次見雙彩虹 在眼前 不算在網上 不算片 是第一次見的 所以我發了一張相給 我們的同事 阿軒 幫我們出一出 這段時間 我看到現在 那張照片就是阿娜姐 只有一條彩虹 另外一張照片是雙彩虹 雙彩虹那張呢 我們拍不到 即是拍得不清楚 眼見就很清楚 嗯 是啊 我真的很少見 還有是日光 在下午三點多的時間 在馬來西亞 雙彩虹出現 嗯 即是證明你們 能量的那個震動頻率提升了 因為這個呢 我之前也有解釋過 其實都是關於我們那個震動的能量問題 如果你們當時那個位的能量場那個頻率好呢 他們就會顯化這種彩虹光 即是證明你們現在那個地點的氣場好 嗯 總大 日本 你上一次去吧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收穫 每一天都看到UFO 我呢 最初都還沒叫的 我簡直是在東京市呢 我第一次頭七天呢 就住淺草區的酒店 淺草橋的酒店 那 第一晚回到酒店呢 就已經看到UFO了 那我看到什麼UFO呢 我就 一打開窗 那當然要看一下風景 那好像是看到一些野景 那我就看到那些高樓大廈很矮的嘛 為什麼高樓大廈上面大概 我想百多樓高的天空呢 我直看出去呢 看到呢 有三顆光點停了在那裡 那我初初以為是可能會不會是那些電纜啊 或者是可能是那些 就是可能是那些高樓大廈的那些燈啊 就是等著那些飛機看到 不要撞過去 然後我就奇怪了 然後看到它移動哦 很慢 就是我們平時看UFO那種慢移動 嗯 就是它們會不會消失哦 那你如果是一個燈塔 或者是一個電線桿的燈 你是不會消失的嘛 它三架UFO停留在我前 我的窗口最外面 然後呢有一架色燈 啊?停留在那裡? 即是怎樣? 它飄在窗口裡不動了哦 很遠的 很遠的 大概我想二十公里 十幾公里左右 十幾公里呢 又沒有二十公里 看一看十幾公里呢 標準來說 嗯 我看出去就 三顆光點這麼遠 橙黃色的哦 那橙黃色它有機會是 我們物理的光 那我就初初不為了 是UFO 那等著我看到 咦? 有一顆消失了 剛剛明明是三顆的 然後只剩下兩顆的 這樣哦 然後呢 最右邊的那顆 第三顆呢 正在飄向左邊哦 就是這樣從這裡飄向過去哦 嗯 那我就覺得 咦?UFO 那我第一晚去到東京 都已經看到UFO 之後三顆一起消失了 我看了一半小時之後 但是它是 你經理叫他 還是他 你還沒叫我 已經彈出來了 還沒叫 因為呢 他們呢 當時呢 我那一陣子都很強 都經常冥想 那我去到東京市的 有時候是他叫我 不是我叫他 就算我在家裡也試過 我在家裡試過 譬如我回到去買 買完菜 買完菜 想著煮飯 突然間呢 他叫我 叫我衝出露台的 嗯 你明白嗎? 即是我突然間就 來了 那我就衝出露台 跟著 有一分鐘 30秒 他就在我 在我天空很近 在我頭頂上飛過的 嗯 然後這次在日本呢 我去千祖喬 第一晚就見到 第二晚我就沒有坐 忙窗了 因為那時候都忙 掛著去玩啊 休息啊 沒有去 那我當時應該 我第一晚看到千祖喬 那三架UFO 不是我平時叫的時間來的 所以是他來找我們 才會在這些時間看到的 嗯 我們通常呢 我們約定了呢 可能他知道我呢 會大概 日落之後啊 或者日出之前呢 他知道我們有個約定 那我一個分析啦 那他很少會在一些 平時的時間會出現的 除非是他來找我 嗯 那我什麼時間都見過的 譬如9點多又試過 10點多就試過 凌晨3點就試過 凌晨12點就試過 當然他們這些時間呢 就是他們來找我 我才會在這些時間看到 但是我去去呢 就必須一定是日出前日落後的 這些時間的 是 那那一晚呢 我看到那三架UFO呢 我記得我回到酒店 好像是10點多的 嗯 9點10點多的 那所以就說這些時間呢 不是我們約定的時間 不是他知道我叫的時間 他就是來找我了 他就是隨機 隨機的 隨機的啊 那之後我去到高崎市 因為高崎市 我那些酒店看不到外面嘛 那就沒有了 還有那時候是多運的 那之後去到 輕井澤 我說輕井澤真的誇張了 我開車一到酒店 放下了行李 打算下車 外面看看UFO 馬上出現 在正我酒店上面 其實那段時間呢 你有沒有察覺你附近 有沒有其他人在延長呢 沒有的沒有的 沒有其他人 因為我的酒店只有五間房 我那些是民宿酒店 其實叫做民宿來的 因為輕井澤 沒有什麼大酒店的 通常我們租的那些叫平靚正啊 都是那些類似民宿的酒店 那我家民宿呢 是大房來的 我想有六間房 只有第二層 那我們總共六家人 上面都沒有人的 那時候是吃飯的 應該那時候是五六點 應該那些人要是滑雪 要是出去逛街的 那裡就是一間 兩層高的類似那些 兩層高的一些住宅 就是大型住宅 那我就一出去 其實只有我的車拍在那裡 那我一走出我的車 一望上天 我就在想會不會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現了營 著著白光燈 慢慢慢慢在我的酒店 剛剛酒店的我飛過 他是哪種形態的UFO 是雪卡 圓碟 圓碟的 圓碟的 我其實見到大部分 就算他是雪卡營 我們都看到是圓形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軟 他著著的光 他飛也是一個圓形的狀態 他的光點 他的光點 有隻是一個 濫核形的 尖角體 我見過有一隻 在一些片上面 幾款不同 可能他真身是不同形狀的 因為始終他遠距離 他著著光 他是發出一種能量的 這些磁場 我遠距離看 就看見他是圓形 可能他近距離看 可能是一條雪卡營 都不出奇的 嗯 或者可能是碟營 籃物營 都不出奇 因為我們 我們 我和你見過的 在山上 有一次 然後關了燈 關了燈 關了燈 就是碟營 整個碟盤都看到了 看到了 很清楚 還要關燈 有幾位盲人 關燈 我們看不到 他還要有碟紋 才厲害 那些真的 你看科幻片 那些 我看過飛碟 有些坑紋 這麼厲害 嗯 那些坑紋 挺有趣的 我看過一隻 其實我們也不太在意 他 然後他那些鬼鼠 熄燈 著燈 就發覺了 如果他一直 不動 就停在那裡 當你是星 是 是 鬼鼠 我覺得 他們真的 為什麼會在我們的山 整天飛這麼近呢 我覺得千島湖 可能是一個入口 因為最近 阿Ken哥 我9月18日 帶團體UFO 是 9月17日 我中秋節 每個人都在慶祝 每個人都在吃中秋飯 那我就一個人上山 整個山 沒有人的 因為沒有人會走去中秋 每天都走去燒烤 是沒有的 那裡的燒烤牆 可能上月 別人上去 沒有啊 我那天真的 還沒天黑 我就已經在那裡 巡視環境 找找一些地方 嗯嗯 燒烤牆是沒有一個正著的 也都 看到一個人在那裡放狗 那放狗那個人都走了 都沒有人了 哇 你知不知道我是聽到一個 不是屬於地球人的叫聲 不是地球生物的叫聲 不恐怖 不是地球生物 你明明那種特別呢 我放了在我的IG的故事 那裡 我最初都不會 就是我都不會害怕 因為我早前去過西藏 我一個人 方圓幾十公里都沒有人的 荒山野嶺 我都不害怕 那怎會在香港荒山野嶺會害怕呢 那我就 我就很放鬆 躺在水壩那個石石的位置 看著天空探墓 在看UFO 冥想完的了 那我一冥想完就躺在那裡 然後大概不到一分鐘 聽到有一些叫聲 那這種叫聲呢 在我影片中曾經有見過的 就是曾經有一個漁夫 像是挪威的漁夫 就是拍到美人魚的叫聲 那他就拍到美人魚 和他見到美人魚 和那個女兒美人魚 跟他說你好 那種叫聲就是 類似這種叫的尖叫聲 那他那時候拍的是女聲 我這個是男聲 那我就懷疑會不會是那些大腳白的地心人 又或者可能是 男的美人魚的聲音 因為他們也有分男女的嘛 因為我就剛剛在水壩的湖那裡 那湖下面的湖底 你們沒有人會看到他有沒有入口的 對不對 嗯 所以我經常覺得千島湖是很不簡單的 你想想山上有一個這麼大的湖 很大 所以叫千島湖 在山上有島 那你想一下是不是很誇張 整個大岸上面是有一個島的湖 那證明那個湖下面可能有機會是其中一個地心入口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那這次還要聽到聲音更加像 因為很有趣的 因為很有趣的 千島湖呢 我上次和你去之後 那我自己也去過兩次 一天和那些家人去逛逛 和那些朋友 那天天時間去的 那和晚上當然有很大的分別 那天天看得清楚很多之餘呢 我們發現到一個特別的情況 就是其實 一個這麼近城市的山 嗯 但是 在我們的 叫做 認知啦 加上不同的一些政府部門 這個地方其實 你說有沒有人去想開發 甚至乎成為一個景點 又或者 會不會有一些設施出現呢 那我就想一下 咦 這個地方其實 很近市區而已 那邊一下去就是元朗來的 是的 是的 另外這邊一下去就是 這個 這個 黃金海岸那邊 嗯 但是呢 就是在這個這麼特殊的地方裡面 你會發覺一個 高原位置 有這麼大的平面的湖裡面 再有島在裡面 嗯 一定是 就是我們 以我們的地理常識啦 這些是在很多千萬年之前 地學變動呀 火山爆發 香港有很多火山區的 其實是 不過已經全部是 沉積了這樣 我們的 西貢的 地質公園啦 其實全部都是岩石 火山岩來的 嗯 它是爆破完之後 全都上來而已 只是這樣而已 而這個千島湖 究竟是一個什麼形式 在一個什麼時間 由海底升上來呢 去到現在這個位置呢 變成一個山和一個湖呢 還有裡面其實 一定是火山 一定有個火山口才可以湧上來的嘛 嗯 就是正如你所說的 那裡是不是一個入口就是 UFO啦 外星人啦 因為高溫現在是人類解決 解決不了的問題來的嘛 它進不了去的人類 是 任何的設備都進不了去的嘛 嗯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是不簡單的 因為我最初呢 因為我住在附近嘛 嗯 我是 簡直是連千島湖在哪裡都不知道的 當時我連山都沒有走過的 我是住了在這裡 五年呢 都沒有走到山的 那麼到了2020年疫情呢 那麼阿莫家鑑呢 就找我跑步 是 是 一起來跑步啦 那麼早上說 好了好了 那麼一起 當作運動啦 沒事做 那麼五點鐘起床 好像六點鐘就跑步了 我們跑上山 是 跑上山之後 才發現原來 他跑那條路 就是我家裡後山的那條路 是 然後跑了幾次之後呢 我們越跑越入了嘛 我們經常跑不同路線 就是又要跑青塊塘啊 然後又跑到深井 有時候又跑到元朗 是 那麼 那段山路其實是崎嶇和長的 那麼我跟他跑的時候呢 我是見過有些位置是有些竹林的 是啊 我見到 是啊 有一個叫青竹林 還是不知道叫什麼竹林的一個名稱的 那麼我現在想找回這個位置 為什麼呢 在我見完這個竹林之後呢 就是看到一些正面外星人的訊息 他就說原來竹這件事呢 就原本地球沒有這個生物的 是他們放了種子下來的 是這幾百年才出現的 那麼日本你也知道有些京都的竹林的嘛 有一個叫做什麼夜姬的嘛 他有一個流傳下來呢 就是說曾經有一個古代的傳說 就說有一個天外的飛客 天外來客 就在一個竹林裡飛了下來 然後在一個竹林裡爆開了一個人的 我不知道叫做竹夜姬還是什麼的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就是日本關於竹的一個傳說 那麼再加上我聽到這個傳說之後呢 再引證到正面外星人說的事實是很真實的 因為原來竹是一個高頻能量的一個植物來的 它跟我們平常的植物不同的 它可能放一些種子下來 種一些竹 是想令到那個地球的能量那個位 是高了那個頻率 那麼它就放了很多種子在飛船 放下來呢 就是在那個千島湖那裡有一個很大片的竹林 嗯 就在那個位的 那麼我就覺得那個位應該是一個 外星人一定是出現過才會有竹林 對不對 因為他們說他放一些種子來種的嘛 嗯 那麼所以那一片竹林呢 就肯定是正面外星人有到過的地方 嗯 那以你的推斷呢 會不會相同於我們中國境內 在這個四川城都特別多竹林 是啊 你說得對 因為本身原來呢 我最近又看回他們那些 那些問答對答的一些資訊 原來成都呢 就是本身是一個重要的能量點來的 在中國 嗯 那當時他們就要去調整回那個正面的能量 所以他就要拿一些高頻的一些植物來種了先 嗯 就是生物它做不到嘛 就是生物它不是這樣下來 那所以熊貓其實都是正面的 嗯 那我也跟有些觀眾朋友分析過 熊貓和熊呢 是同一個種來的嘛 嗯 為什麼一個是可以只吃粥 可以維持到它這麼大這麼健康的生命 而一個要吃肉 都是同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因為它被人改變了DNA 原因就是因為蜥蜴人呢 就是改變了熊的DNA 令到它是吃肉 嗯 而本身 我們本身人類也是可以吃素可以吃肉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說我們是必須要吃肉 而才可以有一個健康的體質 那熊貓和熊這兩個比較呢 就更加可以告訴大家 是不是事實了 嗯 就是因為熊和熊貓都是這麼大的 都是有個 都是要 就是它都是這麼大塊啦 嗯 但是一個吃素一個吃肉 那就是不關那個什麼營養的事 這些是本身它是改良了DNA 因為蜥蜴人為什麼要改良我們DNA 其實很多生物本身都不會殺害生物的 是因為這幾萬年它要管理地球 蜥蜴人 那麼它就開始除了靈魂之外 它就要去改變我們DNA 令我們有殺戮 令我們一定要互相傷害去吃這件事 嗯 才可以維繫到它的生命 就是它的DNA的配套 總之你一定要吃蛋白質 你才能夠生命才能維持 你不吃這些物質 你不能維持生命的 就是因為改變了我們的DNA 因為像你所講的 它那個高頻 尤其是在某些地區 例如四川 其實我上一次過四川 我在天府 我在天府那邊 在天府其實大家可能聽下去 經常都聽過一下 四川啊 成都啊 天府啊 接著我 因為當地有個朋友 帶了我去一個新發展區 是全新的 我是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其實四川 成都我是沒有去過的 第一次去的 那根據資源一去呢 原來中國的發展快得這麼厲害了 已經是變成我 比我預期中 那個地區的發展更加快 好了 那拿機之後呢 我們這個朋友呢 就載我們 一路去 從機場上山 辦個山去另外一個新區 這個新區呢 叫做黑龍灘 黑龍灘 我是第一次聽這個名字 我從未聽過 那原來是國家最新開發的地區 那去到之後呢 我自己的直覺呢 哇 這裡的地區那個 氣場 磁場 是很特別的 嗯 一個很大的 新的山脊區裡面 開了一塊大平原出來 是很新鮮的 見到所有泥土 剛剛開發完之後 是一些 橙黃色的 嗯 當你在那個地區裡 我們感覺到 嘩 那個磁場是很有趣的 就是令到你的耳朵 那個腦 突然間呢 好像去了 我們 靜收那隻 磁場 嗯 嗯 有些少的耳鳴嗡嗡聲的 嗯 尤其是 因為我耳朵是聽到一些很低頻的聲音的 嗯 因為這件事 我自己很早期知道 接著我家人都說 你聽到什麼聲音 我聽到這些聲音 他說是嗎 我說是呀 我聽到 接著他們去查證某一些事件 他說是呀 真的有這樣的聲音 我說是呀 我自己知道的 我是聽到某一些很低頻的聲音 但是人 平時身邊的人聽不到的 那麼那次我在這個地方 感覺到 咦 其實 真的我沒有這樣的時間 又不是你在這裡 如果我們又來到這裡 有一部車 我就會到處去找東西了 是啊 因為我發現了一些不正常的波頻在這裡 嗯 是啊 我很想的 比如你們如果有一個節目 比較長一點的節目 我們開一輛車 就去探索不同的地點 拍節目出來 那麼一來可以親身去體驗這個節目 吸引到那個旅遊景點 也可以帶動到中國人 帶動到我們香港人去探索一下不同的中國地點 那麼其實我最近 就是 都是去了成都呢 其實很多能量是怎樣的 就是我都可以在這裡公開給大家聽 其實 不過大家就不要污染這個地方了 這個地方呢 這個能量場最好的就是玉樹市 玉樹市這裡是我開車經過很多大草原 經過很多山脈呢 是一個最好的能量場的地方 是 他給了我一個感覺呢 就是說 我去到玉樹市呢 那個能量的震動呢 另外有一種呢 去到以前人生最開心的那個回憶 為什麼他人生最開心的回憶呢 因為他是和我那個 以前最開心的那個震動是對齊的 再高一點的 因為我們人生最開心的時間 你最喜悅的時間 就是人生最震動的時間 那你就會有一個很開心的回憶 而我去到那裡的那個能量的震動頻率 是令到我有那個震動的那個喜悅 那個震動 那又會給我 我忽然間會想起 我童年的回憶 最開心的時間 就是這麼奇妙 這個就是一個 他的能量影響到我們的意識的顯化 就是我們的意識顯化到 原來那個時候 那個能量場跟我最開心的時刻對齊 還會比較高一點 高到就是 那個人放鬆了 就像剛才你所說的那件事 我很明白就是說 是你會覺得 嘩 好像人進入了一個先警狀態那樣 是人的意識 是嗎 現在去到現場是不同了 那個腦馬上是 好像過了一部掌握 幫你洗那些東西 是的 好像人生什麼煩惱都沒有了 你會很享受在那裡的情境 然後你就會很舒服 那還有呢 玉樹市呢 為什麼是一個能量點呢 我可以解釋的 用物理的情況 用一個 物理的能量情況 大家都知道 剛才你所說的 火山爆發 那玉樹市呢 有些從三千多米高 到四千多米高的山脈 那你想想 海拔四千多米高 你當時的板塊移動的能量要多強 才可以推到這麼重的岩石 上去四千多米高呢 那證明什麼呢 證明那個地殼的能量 在那個位置是很強的 那你能量強才能夠推到這麼重的板塊 去到四千多米 那所以證明那些高山 如果你看到有些生物 生物是岩石的 而是這麼高的 那裡是必定是能量的點 是一個邏輯的分析 所以為什麼日本 聽著你這麼說 它這麼多機會見到UFO呢 其實日本屬於一個叫做地震大區 還有它的經緯線 某程度上 是一個很特殊的結構 那時候我聽過 梁榮母 我毛哥 我有跟你講過 關於那個地震大 為什麼我們會 在東南亞裡面 有一兩個國家特別受這個影響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日本 剛好他們就踏正 而日本是差不多接近整個板塊 是橫跨它那樣的 那都變了 好像你所說 咦 那段日子 那個板塊裡面 他們的能量這麼強 所以我就聽你說 日本 咦 我找到UFO 所以等一下要跟你談一下這個問題 你剛剛啟發了我 聽過 是啊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你剛剛啟發了我 原來是 日本就是地震大 那地震是因為它的能量板塊 能量強 才能夠令到它地震 那就是證明它 它肯定是一個能量點 所以就會衍生到 為什麼光明會有經常要搞日本 因為那個位置是一個能量點 因為它搞我這個地方 就會變成負面的能量 你明白嗎 能量長是可以扭轉變正面 所以我們現在正面外星人 經常就是把能量場 轉回我們以前亞特蘭提斯時代 兩萬多年前 是想把地球的能量場轉回正面 但是這兩萬多年 就是被人把能量場轉了負面 所以我們有很多災難 很多不好的量子 很多人爭奪 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 那些意外都是關於這些能量場 所以我終於明白 剛才你啟發了我 終於明白為什麼日本這麼多災難 因為日本其實 好像聽你這樣說 你說這一次你去到 已經短短的兩個市 你都找到有UFO了 不止 重本城又見到 北興井站又見到 你見到的形式 他們是去到酒店 或者是經過 接著他們就叫你 還是怎樣 那我去到北興井站 又去到酒店 這次我叫他 即是北興井站那次 他出來給我見 那我去到北興井站 又是放下行李 第一件事 一天一刻我就馬上在車附近 就看上天的 那真的看到 就叫到 我都拍了影片 其實我不記得有沒有展示出來 那又是一些橙黃色的UFO 因為我有時候會見白色UFO 有時候會見橙黃色的 那我在興井站 就是看到橙黃色的 那我在北興井站 完了之後呢 我們趕路程上去草春溫泉 你有拍片嗎 是的 聖誕節那個 那個溫泉 你有拍片 待會補回給我 叫同事放回去 我也好 好 待會給了幾個片 草春溫泉 那時候聖誕樹的那個 那個 就是 我就想著剛剛浸溫泉 忽然間叫我 叫我 叫我呢 你正常 浸完溫泉都可能會衝個涼 才出來的嘛 脫脫身 那太多人排隊了 我就 哎 浸完溫泉 我 感覺到他叫我了 那我就立刻 抹一抹身呢 立刻穿回自己的衣服 就出去了 嗯嗯 一出去 那我就立刻拍 那外面有人唱聖誕歌的 一出去就聽到唱聖誕歌 我就很感動 那我就拍那些人唱聖誕歌 其實我拍了不夠十秒 跟著再計劃上去的那天 就見到 在一個溫泉街 因為草春溫泉的溫泉街呢 是很特別的 是很多那些 整條街都是一個溫泉的一些通道來的 是 那 曬煙和他弄了一些射燈很漂亮的 他就是在那個溫泉街那個 那個 那個溫泉通道 那個射燈上面 飛過 全部遊客在拍照的時候 他就在上面飛過 經過 那個聖誕樹 還要呢 很多人的 在唱聖誕歌 那些英文聖誕歌 是你很感動 好像在看Maffle 那個 那個 那個星際 什麼彈簽隊呢 有個 有個 尼貓那一隻 銀河 銀河守護隊 我知道 很喜歡聽著 那個主角很喜歡聽著那個音樂 很喜歡聽著地球的音樂 很喜歡聽著地球的音樂 就好像 你是一個 去了太空 聽著地球的音樂 飛船飛過 那個情景是很 很接近那個戲裡面的感覺 嗯 是有些地球的音樂 配合了宇宙的飛船 哇 那個感覺是令我最感動的 就是很感動的 因為感動的是什麼呢 聖誕節我一個人過 我一個人在一個第一次去的地方 雖然街上的人不認識 但是他都陪著我 我大家互相陪伴過 還要見到我的星際街人 他穿著一個等離子光的火焰的飛船 即是圓形的 那一刻 除了你之外 有其他人在 其他人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跟我一起望上天 但是每個人都專心在那裡拍照啊 嗯 而且他們看不到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頻率不對齊 嗯 那個頻率不對齊 就算他出現在我上空 他們看不到 我也看得到 就是跟我第一次看UFO的情境一樣 就是就是說 嗯 就算我和我朋友 一起看 我朋友先看到UFO 是 同時間在我上空飛過 但是我當時頭10秒是看不到的 是 那個電筒一照著UFO 我就不知為什麼眼睛好像開了天眼 嗯 接著之後 第11秒就開始 一照完電筒之後 我就見到UFO 接著之後我就開始 就見到UFO了 我解釋 那我不是很幸運 我和你上一次上你後面山那段時間 我們三個人上去 四個人上去 我們好像三個 我們 就是如果以這個理論 應該是你看到我看不到的 因為不同的頻率就 可能你的頻率跟他對齊 或者可能他和你的頻率都給你看了 是 因為我帶百多人去看UFO第一次 上年八二人那次 有些看到的有些看不到的 明白明白 是 有一百人見到 可能有幾個人見不到的 有百多人見到有幾個人見不到的 就是不奇怪的 是 就是這個我 我只能夠解釋就是那個頻率對齊的問題 明白 是 那個電波那個 你的眼睛都是經過大腦的 那個大腦的電波和他對齊不到 那你就顯化不到那個影像出來 嗯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看緣分 之後呢 我最誇張的一次呢 就是 最後那天呢 我一月一號 我就去了重本城 我一月一號 聖誕節又見到我的星際家人 嗯 一月一號那晚呢 我就一個人駕駛了一輛車上去 重本城的山上 是 那個停車場沒有人的 都挺陰森 不是陰森的 都叫做 挺 有少少令到你害怕的 因為你整個山沒有人 嗯 那我就不管了 又冷的 你冷的人就會容易害怕的 那我就一個人看上山 那 都見到整個三四架UFO的 讓她穿在街上 那之後呢 忽然間 они突然有四個女孩走過來了 是 咦 四個女孩走過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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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r 那我就和她討問一下 他說他到底是傭還是傭啊 aspects właśnie sprd 怎麼人是傭還是傭 還 basis 他們是不是 那是傭 那真的是傭來的 但是但是是傭老 也 就是傭妹 有兩個傭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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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的 puis 謝謝 我就跟她談 所以その初就跟她講英文 不是一直跟她說英語 然後才雨 然後呢 你解釋给那个外国人听 他问我,我其实在看UFO 然后他说真的有这些东西吗?我说是呀,然后就立即出现了 我一说完,我那晚就见过人生 不是人生的,算是在日本见过最近的UFO 在头顶上穿着橙色光 蛋型的,鸡蛋型的,真的是鸡蛋型的 他们四个都看到,我都看到 他们就说是飞机 很难相信的,如果突然出现 其实只要给一些细节分析,就知道不是飞机 如果他亲眼见到,也都知道是什么 还要连连碟型,蛋型都见到 你想想,我都跟你在日本见过最近的一次 他们都是不信就不信 但是我都跟他说,我希望你们回去找多些资料 去研究一下这些东西 我只跟他说,我们这些光体的飞船 就是好的外星人来的 我说,如果是实体那些,就是负面的外星人来的 就是叫他们这样分析 那就令他们不要害怕 因为你一害怕,他们就下不了来帮我们 那我们就要,就是我跟他说 就是说大家尊息 就是说将来看到那些光体的UFO 他们不是来侵略 他们是来帮助我们 那经过我们多些人去相信这件事 那他们就会越快去行动 嗯,其实整个行程 那些36天,总共共见了多少次 有没有自己统计过 嗯,因为我有些时间呢 就在开车的,有些在玩的 是,正常啊,正常不会看上去的 是,就是我有一天就在行OLED 那天我就见到一天了 是,第二天就在行OLED 还是不知道去哪里玩的 那有一些,那 其实我36天里面呢 那头七天我就没有见了 那去到高崎那五天都没有见 因为有云了 是 高崎市啊,津鸣湖啊 那些就没有见到的 嗯,但是我就上了津鸣湖 津鸣山那里就 直接那个仙境 上到津鸣山上面那个 那里有个,那个有个 那些祈福的位置 嗯,接着我就去到 就是游泉草桥那一天 之后看到,到到去到 去到轻井宅之后就看到了 接着去到白马呢 白马也看到 我去到白马差不多每一晚都看到 不过在白马那里很远 嗯 在白马那里很远 白马那个滑雪那个位呢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UFO特别远的 嗯,反而去到 草津温泉就近一点 但我去到曼座高原,因为有云,有云和有霧,看不到,在曼座高原 反而去到高原和他们的接近距离更难看,我想高位会容易和他们见到 其实不是的,就算我去到西藏也好,越高的地方反而越看不到 反而你要和他怎么说呢,首先你和他有缘,他是不是容许在那里飞 他会不会现身在那里,有很多因素,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我们用人类的思维去看,就很简单了,对不对? 但在他们的现场来说,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他们会有很多东西 不可以那么容易出现,有些可能他不想影响我们 他尽量都不想打扰其他人,因为他感应到其他意识 知道他,他就会关灯了,最近我在香港都见到,可能多了人望上天 我最近在9月10多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个做艺人的朋友 那谁就不要说,他是女士,他很想看UFO,约了一整年 第一次跟他去,又说不看不到,第二次,我刚刚都走 在大陆做连夜回来,然后他就说那天,7月10多日 上了我们平时的基地那里看 我看到五架UFO,五架? 那他就看到三架,而他看到那三架呢 第一次看到的是白色点,在我们头前面 第二次看到白色点,飞到我们前面 然后呢,跟我们闪了一下橙色的光 是黄的,不是黄的,是黄的,是黄的 闪了一闪,然后收缩,然后就飞走了 那他就立即许愿了 我都跟他说,你的心里要多谢他们 因为他们其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才会曝光在我们前面飞 那到第三架呢,第三架呢,就在我头顶了 在我们两个人的头顶飞过了 那在头顶飞过的意思呢 有机会是有时会发一些能量给我们的 是 那去到第四、第五架呢,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见不到了 第四架呢,远一点点的 那我不知是什么事 应该不是我星際佳人来的 可能是其他那些银行联盟的部队 那他就知道我的,但又不知道他 那他就让我见完之后呢 我指给他看的时候呢,他立即关灯 好像你那样,关灯 好像有一架关灯 第五架也是关灯的,很奇怪 那两架应该是银行联盟的守护队 那他可能不想被人 所以有时很有趣的 我们不是自己亲眼见过呢 我不相信这艘飞船在我面前熄灯 咦,什么事啊,你怎么认识啊 是啊,所以你见过 你很多东西,我很想你和我一起见的 原因是因为我想引证这件事 究竟是不是我眼花呢 还是每个人都看到呢 所以我为什么会带百多人去看呢 首先第一件事,我很想穿揚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很想去见证究竟我是不是眼花 百多人和我看到的时候 有一百人看到,我应该不是眼花了吧 我都怀疑自己眼花了 那次到,然后再看一看 不是啊,咦,这么有趣的 不是啊,他真是熄灯的 是啊,因为我隔了这么久 有时都会质疑一下自己 究竟见的事会不会有不同 所以最近呢 其实我早前上大陆拍剧 原来大陆都很多人认得我 所以很多谢你,Ken哥 这么厉害? 竟然人认得你也关我事 多谢你和多谢阿斯君肯去做这个节目 哪里都是外星人 那时呢,长头发 因为我早前拍剧呢 我其实很叛逼 我自己都说过 生意又不好 跟着出去做这一行 好像都没什么拍 那我就留长头发 没什么人找我 我就留长头发 那他们呢,原来在 他们有些广州那些演员 那些父母呢 他就看完他 他跟我谈 最初都不认得我 但是他觉得我的声音很熟 他说他发型不是这样 所以不认得我 那我就说 原来 我一讲外星人吃饭的时候 一讲外星人 那他就马上知道 原来你是J2那个 他说你的发型真的 差点不认得你 那我现在先短头发 那我先短头发 那我早前就是因为 原来大陆很多人都看我们这个节目的 广州啊佛山那些人 很多人看TVB的 那我都感恩 所以就说 我现在呢 里面呢 群里面呢 我们大团体UFO 现在已经有一些是 新加坡人啦 澳门人啦 广州人啦 所以就说 你说 就是多就不是多人的了 但是起码都原来都有一个能力呢 是会吸引到外地不同的地方的人来看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也觉得已经很成功了 因为我们不只是我去传递这个信息嘛 有时候可以交给他们 和我亲身见过有传递中国的朋友 你知道吗 我上次的四川呢 我忘了跟你说 我四川呢 有一天呢 我住在一个乌兰地点的酒店啦 那那些年轻人呢 大概十个人呢 他们是一些学生来的 大学生来的 就自己去旅行 就住在同我 一家民宿 那我就在民宿的门口呢 就出去看UFO 他问我在做什么 之后呢 他们呢 有几个就去了吃饭 有几个就跟我一起看UFO 好像有两男三女那样 嗯 之后呢 跟我一起看 看到UFO 看到了 看到了 四架还是五架 嗯 最后他想再看多一架呢 我说 这个时间九点呢 我未必召唤到的 他们未必来的 真的 我的星際家人真的来给他看多一次 嗯 最后 最后我们用了五分钟时间召唤呢 他看完那四架想再看多一架呢 嗯 教头想再看多一架 那之后我试试再召唤啦 一起召唤啦 跟他们 真的召唤多一架 第五架哦 嗯 之后呢 我们整晚用了两个钟头呢 就在我那个民宿的一个 呃 呃 外面那个博士呢 嗯 就谈我说给他听那些外星人的资讯啦 和一些正面外星人的资讯啦 是 谈到老板出来叫我们小声点 十二点就谈到 没办法啦 静的嘛 是啊 那就是 总算是 可以 传递多些不同的信息给 中国的一些 一些 一些 朋友啦 嗯 因为他们中国无神论 无神论啦 但是他们可以说外星人的 他们是不介意说外星人的 是 是 是不可以说神论这件事的 那其实神论就不说是对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外星人本身就是 不同的维度 就是我们的灵体是不同的维度 其实都不是 不是鬼 不是神来的嘛 是 以前流传下来 就是给它一个名称而已 其实它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生物而已 中国是容许我们讲外星文化的 因为呢 我都叫做有一本书 在国内做了发行的 有一本就是讲 我们知道的UFO的一些案例 我出了一本记录的 叫做案例的书 在这个世界书局那里发行的 那时候呢 我们都在研究究竟能否进入到中国市场 因为从未有这样的项目在里面 官方式接受你可以摆上去假路卖 那次我抱着这个态度就是 哦 那就试一下咯 但是试试试 其实那些朋友做开书都说 其实你知道啦 赚不到钱的中国出书 因为虽然人多而已 你别想着你会赚到钱 因为他们的书呢 转过头就把你翻版人来经 哈哈哈哈 我说那就试一下咯 结果是花了一块钱的 那块钱就是够我买车的 哦 但是不要紧要 我都说了 其实我朋友不那么坚持 搞啦 对事可能真的有用的 我说有什么用啊 他说你记住啊 你如果用这些那么敏感的话题 你进入到中国的一个官方式陪道 而你可以在文化局上面有摆你 认证过的名字 而你出到这个系列的东西 你以后你做这一样的研究啊 出版啊 甚至乎做一些叫做分享呢 是很容易通过他们审批的 嗯 那接着我就 反正没试过就试一下 那时候又不是那么穷的嘛 有些钱嘛 所以真的试 原来真的可以的 过了审批 不过 找了一些高手 帮我里面调教了一些字眼的东西 所以你 对的 这段时间你说12月要搞个Tour去日本 去啦 趁这些时间 现在有这样的能力 和这样的气候的磁场 你带他们这些朋友去看的嘛 可以 就算现在这么说 其实多少月搞都没所谓的 嗯 我都希望呢 就算不要说多先 小小的 搞到最初才十人成团 我们租的十四座 是吧 是啊 十人也好 最好的组合呢 就是 嗯 二十个 二十几个 嗯 一架他们那些叫做minibus 嗯 就 譬如他可以坐到二十几三十位左右的 那接着就后面 用来放了行李词别 就可以坐了人咯 嗯 那就最理想的了 是 是 那变成呢 就可以大家一起 跟着 你上一次去过的路径啊 你的轨迹怎么走 哪个位置 就比较容易召唤到他们 又或者他又来找你嘛 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去看嘛 又可以吃下鱼生寿司 你们就吃鱼生寿司 我就吃了 带你们去吃 哈哈哈哈 我本身去到呢 就是你们是很丰富的 我呢 我就在超级市场买那些豆腐棒吃的 我每天就是吃豆腐棒的 没东西吃的 是 我又不吃得鱼又不吃得肉 又不吃得肉 有时呢 因为呢 我间不时呢 就是知道 贝殼类食物 虽然都是生命 但它那个灵性的层次 可能再低一点 就是它那个植物的灵性层次 那么有时 我都会吃大屎的寿司 但是不会特意吃的 因为我知道 就是总之 凡是贝殼类食物呢 某些呢 它的灵性呢 是没有那么高 嗯 当然呢 其实正常都不要杀害任何生物 但是到了你真的 迫不得已没有东西吃了 就是连超级市场都没有的 只有一间寿司 你吃一点 或者我吃个梅斯饭团 我吃个梅斯饭团 嗯 很少吃生物 就是 就是现在我已经戒掉了 所有的生物都 是 是 所以你们去 真是的 是 东京呢 东京有个位呢 又是吃个素食拉面 它做那个素燒肉很真实的 是 你吃完都不知道是素来的 是 很好吃的 那个素食拉面是全东京只有一间的 是原宿的 那么那个素食拉面呢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去那里吃的自由活动 嗯 因为我们头六日的行程是很丰富的 希望就是 第一天我们去津明湖 津明湖 津明湖就是 投民事D的秋名山 那个山嘛 那个原点 那个原景 那带你们去那个秋名湖那里呢 其实就第一晚 最好在那里 那里就好像有个当地的食肆 不知道它开到多少点 但是 我们也可以在那里野餐 嗯 召唤UFO 跟着野餐 或者我们在那里召唤完UFO 就可能在 出班去少少的地方 就吃东西了 出班去少少 是 那里的 那个景点是 好的 因为你可以感受到津明湖 感受到津明湖 感受到津明湖山上面 有个 有个参拔的位置 那好了 第二天呢 我们可能就上草津温泉 十大温泉 有温泉街 有天风旅 那第三天就去万座高原的温泉 其实在万座高原的温泉 那个温泉酒店呢 就是很出名的 是男女共育的 是 那有个私人滑雪场的 那你在那里滑雪和浸温泉 怎么都玩到一两天的了 很棒啊 这些 又可以去看东西 又可以去玩 又可以去吃 又可以去看景 是啊 因为你自己呢 你开车呢 你去就危险 跟着我的团 有人车你去 是吧 那些地方 你看整个行程表 我已经有在手了 是 有时可以买出来 其实行程表呢 跟旅行社 或者跟朋友 是可以多多少少时间 那些东西可以 有得去少少更改的 不一定是 就是 不是那么死板的 就是 比如去到兴井宅 兴井宅 兴井宅有些人 我就本身想去踩单车的 因为兴井宅踩单车 是有些人 其中一个梦想来的 我知道 因为你驾车就见了 兴井宅在休闲的地方 看着大自然 看着山林去踩单车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体验 有些人不喜欢踩单车 就是去欧力走 嗯 对 对 对 放他自己去玩 是啊 晚上就可以召唤UFO 然后 就在我 看到UFO的地点 然后去到 北兴井宅可以跳过去 因为北兴井宅没什么看的 是 然后就直接去草津温泉 水上温泉之后 就去曼座高原 曼座高原 曼座高原之后 就是去 那个叫 重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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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值得去看 很漂亮的重本城 好像去那些卡通片 以前有个叫功夫猫党 功夫猫党的感觉 重本城 嗯 重本城的山那里 就一定是看UFO 我看我最近那里 你们就要去看了 嗯 重本城之后 就是去 长野院 有个叫上高地 上高地 这个地点 就有点像九寨河 湖水是 湖水藍绿色的 粉蓝色的 那里的震动频率 就是高的 那里呢 如果我们选夏天去呢 夏天去有什么好呢 就可以直接穿着泳衣 泳褲 就在 那个溪间 那个小瀑布 那里打坐 那如果冬天呢 你就不行了 冬天冷嘛 冬天呢 只能够在那里感受 在那里看 那里 就是冬天去 就可以滑雪 如果夏天 我们到时候 搞上高地的团 就没得滑雪 不过呢 就另外一种的体验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接下来预计这个行程呢 我都很想到十二月 尤其是十二月头 为什麽呢 就跟他朋友谈 那我们现在分图 看看 用不同的渠道 告诉大家 我们会去这个团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成团 十二月 最重要是 现在呢 我觉得旅行社不是问题的 最重要是有文报名先 那就是有时间有钱 其实我们的价钱 可以现在说的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他现在要鎖了个机票 给了那个日子他了 我说我想去月头去的 就不要乘上圣诞节了 因为是贵的 你十几二十号 已经乘上圣诞节了 已经是全部贵的 是啊 还有我带完这个团 我一定会留的 我不会走的 我走的 我留不了那么久 是啊 如果我去那里 我就自己晚点回来 我其实最想是带两团的 带完第一团之后呢 第二团自己再来呢 带多一团 然后自己就在那里再留多 十天八天 最完美的 好啊 那我们看一下咯 隔一隔我们下个星期 阿杰这个人 我们坐下谈一下 看看那边旅行社 有什么资料给我们 看看我们这条片 下个星期出了街之后 又看看反应咯 看看大家有多少人有兴趣 在我们我们计算一条数 就预一预人数 就当是早点过那边过星诞 是啊 那我们呢 大概想在那里呼吁一下 有没有观众朋友 真的想和我们亲身 和Ken哥和我 Ken哥有很多的节目经验 J2的监制 他对一些灵意 UFO的已经很有形式 那我们大家就可以分享一些资讯给大家 再加上如果我们十二月头 真的超过了十人去报名 我们就搞的了 你以为呢 十二月头 每人我们不要说 不是说赚不赚钱 多不多 七日 包机票 酒店 包住路由专车 嗯 可能 晚餐就没有了 午餐 或者早餐 是啊 是啊 那你一万多元 我觉得很合理 是不是 我们不是私事开大口 不是搞这几万元团 一万多元去日本 挖雪 有玩 有吃 有买 加上看UFO 加上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分享的交流资讯 嗯 其实我们真的 真的想着为兴趣的 大家去逛逛 趁一日 升了也好 还是比较低 是啊 那如果是怀念 你们自己去吧 不如跟我们去吧 是吧 你给多一点钱 当是请我们两个 一起去玩而已 我们是 其实主要的 那个价钱是 多了可能少少 是避免了我们的酒店 和机器 是吧 那当然有少少人工 给我们的 一万多元里面包了的了 就是每一位 一万多元 已经包了的了 我觉得是OK的 嗯 OK的 当然了 住酒店你们也不要期望 五星级的那些了 是吧 我没有了 我都跟他说过 他说我们要什么升的酒店 我说最好就是干干净净净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是一路跟着行程走的 我们不是一间酒店度假的 是啊 还有你山区 有五星级酒店的 没有五星级的 没有五星级的 没有的 我们去旅行的人 干净 你最重要 是吧 西藏 全部酒店 都是百多二百元 但是 但是那个参丝是不同的 有些宾馆式 有些酒店式的 是啊 是啊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出了街之后 大家在Teggy也好 或者在我的IG Facebook 告诉我们 是啊 那看一下大家有多少 可以组成团了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平时会联络 在Teggy 他的频道 又或者在IG找到我的 或者Facebook找到我的 是啊 甚至乎 你在现在我们 通灵处暗策略 王平台那里 又告诉我们 都可以的 我们会找回的 在YouTube上面 嗯 好 好 接着我们 下个星期 这个时间见面 看看读一读 看看情况好不好 好啊 10月6日 10月6日之后 好啊 6日之后 好啊 回来见你了 好啊 我等你回来 Kent哥 好啊 好啊 这么快 又有时间了 我们下个星期见了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